反對蔡英文排出陪審 走破民進黨的氣球 用針刺破氣球 象徵民進黨司法改革 牛皮垂破了 民進黨的行動綱領 就是所謂的黨綱 裡面講得很清楚 說要支持陪審 柯總昭的回答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那個只是一時的策略 要對抗國民黨的策略 三個在野黨難得統一陣線 痛罵民進黨實在太傲慢 強硬排除陪審制 只想要用多數暴力碾壓在野黨 民進黨極力推動參審制 是由參審員與法官共同進行事實認定 是用法律與量刑 代表國家有德國以及法國 而陪審制是陪審員單獨認定事實 決定有罪或無罪 再由法官量刑 在美國與英國適用多年 而民進黨在野時力挺陪審制 執政後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他們完全執政的時候 卻沒有理由的是說陪審不行 陪審是災難 制法改革的法案要用表決的方式 這個不是政治法案 民間司法團體持續在立法院外靜坐 用行動表達強烈不滿 炮轟民進黨根本雙標 更對民眾的意見毫不在乎 但民進黨立委強調 台灣法律不適合陪審制 罪無罪是給陪審團來決定的話 那就沒有所謂的判決的理由 做這樣的決定就算數了 不會說我二審再來組一個陪審團 然後來推翻一審 曾經人民做過的決定 不過就算在一黨聯手 也不敵民進黨的人數優勢 更別說民間司改團體 抗議的再大聲 都傳不進817萬票的大巨獸 政府耳中 關於新聞張家寶洋直日 台北報導